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Acer,那么我今天来给大家试这台车呢,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一汽丰田的零放 车头造型啊,确实是能看出一些雷克萨斯RX的这个身影,尤其是前面这些棱线 它吸取了雷克萨斯的很多设意的精华,但是呢又突出了丰田车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它的一个前脸造型和雷克萨斯有区别 同时呢,它这个前面这个进气格杉那个处理啊,是一种镂空的透明状的一个底色处理 大家看,这个质感很好,而且这个材质看上去挺高级的 雷克萨斯的车灯造型是非常的犀利,两道灯带LED灯带 以及很扁平的这么一个灯的车灯造型,确实给这个车增加了很多的实相感 侧面的设计绝对是这台车的点睛之比 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上面的一个小棱线,收得很紧,有点溜背的造型 所以这个车看上去很紧致,而且绝对是一个小雷克萨斯RX的风格 多幅的一个轮毂,带有一宫雅工的质感 所以整个车看上去啊,这个轮胎啊,并不小 而且给人一个很粗壮的感觉 这就是现在城市型SUV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潮流 就是尽量用大轮胎,粗壮的轮胎来体现出这个车的一种力量感 同时呢,又用很柔美的线桥去修饰它 让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呆板,不像那些能够去越野SUV那种硬朗的线条 要多少要有一些柔美 所以这台车呢,是又适合时尚男性 同时又非常适合女性去开的一台车 好,我们来看一下零放的车啊 应该说它的车尾造型跟我们之前试驾那台义泽啊 有义曲同工之妙 确实是整体的线条非常紧致 而且呢,有这贯穿式的一种尾灯设计呢 让这台车也更加时尚 E4的一个logo在这儿啊,也表明这台车是一个电控四驱的一个车型啊 也就是我们之前试驾融放 以及试驾路放的时候啊 那个四驱车型是一样的 也就是2.5升的一个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的一个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匹配一个后桥的一个电机实现它的四驱 那么最后我还想吐槽一点啊 就是这台车在设计之初 以及还没有亮相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内部的一个小的欣赏 做工来看啊,是目前整个一系封田SUV车系里面最好的 但是我从最弹车上看到 其实它的接缝虽然缝隙的宽度啊 基本上是控制是基本是一样的 但是缝隙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这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也许是我内心对它的一个期待过于高了 不过我也想说 凤田车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皮质耐用的一个口碑呢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它保留了一定的这种缝隙啊 装配的一些间隙 让它有一种容错 让它车尽量没有这种故障的可能 丰田充说的这样的设计呢 我是能接受的 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我们来看零放的车的后备箱空间啊 应该说纵向的还是够用的 但是呢,受它的一个造型影响 所以从C柱到D柱呢 整个是这么一个溜背下的造型 高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它的这个后备箱的这种空间感啊 以及实用性上跟容放以及路放啊 是完全没法比的 但是呢,我觉得日常使用 既然定位成一个时尚的城市SUV啊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实用性已经完全够用了 同时呢,它的盖板下面呢 其实是大有文章的 非常的空啊 有一个非全尺寸的轮胎 这个轮胎也很大 但是呢,还是很空 我觉得这个位置啊 可以做一些 大家看工具是藏在这 完全可以做一些重新的处理啊 让这个车的这种挡板下面的空间 更好的去利用起来 真的是非常大 这样的一个浪费 我觉得挺可惜的 总体来说啊 它的实用性还是有的 而且呢,日常的使用的话 它的这种空间的表现是完全 我觉得够用了啊 但是如果是长途旅行 带着很多行李的话 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了 车内的造型啊 尤其是内饰这种设计 让我感觉确实是耳目一新 跟我印象中这种啊 丰田SUV车的这种内饰设计啊 确实是完全不一样 首先从质感上用料质感上 你就会感觉这台车更高级 更有细节 为什么说 比如说这个皮质的包裹 虽然这皮子比较硬啊 没有那种特别软的感觉 但是它毕竟是个皮质包裹 而且带来这个缝线处理 上部也是软质的啊 也是一个仿皮的一个处理的一个 这么一个材质啊 我们再看它的侧面门板 也是软质的皮质材质 而且呢也不是特别硬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手感的 当然了手肘部这个位置啊 门的内板全部都是这种皮质材质 这个在丰田车绝对是做的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很抢眼就是12.3寸的一个显示屏 确实清晰度 包括这种视觉的冲击力啊 以及这个时尚感啊 会更好 给这个车营造一种更加时尚 更加新潮的感觉 当然这个只是在中高配车型 才会有 低配车型上还是会采用 8寸的一个显示屏 那么这仪表也一样 这也是个12寸的一个液晶仪表 当然这是个在顶配车型上才有 今天我们拿到的就是顶配车型 在中低配车型上采用的还是一个 机械的指针仪表 配上一个中央的一个8寸的小显示屏啊 所以整体来看 我觉得这个车 咱们既然是一个顶配 已经把配置拉满了 确实在科技感上也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空调控制区域啊 应该说整个的这种设计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用了个钢琴漆面板那种设计 而且呢是触控的这个按键 轻松的去做一些盲操作 尤其在开车中 我现在就能摸到啊 它有一个小凹槽 它就大概知道这是按在什么位置上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的钢琴机器的面板 为什么呢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指纹的收集器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些指纹了 平常多擦了点吧 同时呢我们看它的挡板还是采用传统 这也是换挡手柄啊 在这个位置啊 诸我让强调 在这个位置是它的启动按键 非常非常抢眼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实用 尽管看上去很酷啊 专为这个这个启动按键 保留了这么一个大炮的设计啊 但实际上这仅仅是造型上会更酷 更加的运动啊 有点像赛车 但实际上它会吸引掉 你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储物功能啊 必须挡了这么大一块 日常代步使用的这么一个SU 还是希望它储物空间能够更大化一点 那么呃在这个位置要把这个取掉啊 比如说换到这个传统位置 甚至现在很多车型是直接踩刹车踏板就启动的这样的功能了 这样的话会节省出很大的一个区域 在这个位置是它的控制区域 EV的这个驾驶模式选择啊 还有EV模式可以进行纯电行驶 以及啊 out hold和电子手刹 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 传统的这个我们这说的这个中央扶手箱啊 它是有一个两个托盘 大家可以看到吗 非常有意思 可以放饮料的 可以拿起来一个很规整的一个储物空间 方方正正 而且呢 在这个位置啊 有座椅通风和和加热功能啊 它放在隐藏这个位置 我觉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功能并不是经常要使用 同时呢 并不是经常要要去触及到 那么放在这个位置 减少了面板那种复杂程度 同时呢 又可以很顺手的去操作啊 我叫热了冷了都可以去用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座椅也非常有质感 包裹性很强 打孔设计 可以通风可以加热 一个运动化的一个头枕啊 空间也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看到了啊 我这个头上还有一圈多 而且它是采用的是天幕设计 所以它的车顶的一个 头部位置空间还是非常OK的 那么说到天幕 想强调一下 这台车是除了最低配车啊 其实它全系几乎是标配了 这个天幕的这个全景天装设计 但是这个全景天装是不可以打开的啊 就是有车的一个天幕 但是不能打开 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看到啊 这个随着天幕打开呢 呈现的是一个玻璃顶 但是玻璃顶它不透明啊 前后是两块独立的玻璃 中间还有一个横梁 那么这个车顶是不能打开 这个比较可惜 但是完全我觉得是一个科技感的展现 它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觉得它比较可惜 为什么呢 大家看 透明了 雾化了 为什么呢 这个和我们之前乘坐的飞机 波音787是一样的设计啊 采用的是电控的这种啊 这个透明度的一个玻璃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它还保留了传统一上的一个遮阳帘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实用了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实现这种 对这种阳光的一种遮挡 有的人不太喜欢阳光 那么这样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我要给一个大赞啊 这个在同级车是基本上是完全见不到的 所以这个配置很好 大家看到啊 这个在日系车里面已经算是我觉得 已经是做到已经天花板的水平了 它是这个这种车机的语音互联功能啊 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识别率 也很高 但是反应稍稍慢一点也完全可以 它可以控制的就是车内的 把空调系统降低 以及车窗天窗啊 这样的一个甚至是控制些导航 查语音什么的 最继续的功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日系车里卖了 大步啊 因为相对来说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日系的一个车型啊 还是做的比较保守的 我觉得这车已经是很激进了 做的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 要求的啊 所以是符合现在流行趋势的 后排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面是我刚才一个合理的一个驾驶姿势的一个空间啊 调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 那么看现在我坐在后排 腿部的动向空间还是完全OK的 有两圈多这么一个距离 那么靠背的角度呢也非常的舒适 角度是完全可调的 通过这一个抠手啊 是一个两级的调节 所以你会很容易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很舒适的坐姿 那么座椅的软度非常好啊 这个人坐下去会明显感觉有陷进的感觉 而且呢腿部的包裹性 只要你能把腿伸到前面坐以下方啊 腿还是支撑还是不错 但是呢因为坐垫做的并不是很厚 所以你如果腿放到一个传统的 我们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那么腿这还是一个悬空状态 我们把这个通通扶手放下来啊 两边高度不太平啊 这边稍微高一点 比车门那个把手要高一点 所以你会感觉坐在这的时候 这个人还是有点歪的啊 这个是一个细节上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后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空调的独立出风口 但是呢在后面没有这个空调的一个控制区域啊 通过前排来控制啊 没有独立的空调的出风口 这在这个级别确实是稍稍显得寒酸了一点 那么在中央这个位置啊 还是有一个凸起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不理解 毕竟虽然这个车又是四驱 但是电控四驱中间是没有传动轴的 完全可以取消掉这个中间的这个凸起啊 让这车的后面地板更加平直 否则现在尽管我坐在中间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啊 也是完全没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座椅真的是很软啊 马上人就陷下去 但是呢稍稍去 因为这个凸起呢 人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会影响到这个乘坐舒适性 但整体来看 后排坐两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很舒服了 头部空间啊 大概还有四指 这是关键了 因为受它的造型影响 因为这是溜背型的SUV 所以呢 它必然从C柱往后啊 但造型这个车的高度是马上要下降的 所以会影响到后排乘客的一个驼步空间 好 那么我现在试驾一下这台零放啊 应该说这台零放是它的整个车系的顶配车型 是采用了2.5升这个混合动力系统的这个车型 那么这套动力系统啊 我们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们之前试驾的所有的丰田的在售的中高端车型啊 都是采用这两套系统 一个是2.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的是CVT变速性 那么高配车型都会采用的是2.5升的混合动力系统的一套动力总成 匹配的是E的CVT 也就是今天我们试驾这台车 我们非常熟悉 数据上也非常熟悉啊 最大功率综合最大功率啊 也就是电机加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163千万 最大扭矩能达到323牛米啊 应该说是一个典型这个高功率的这种 那么传统意义上的2.0T发动机的那么一个动力水平啊 所以我们之前试驾也都是说了啊 刚才在试驾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这个发动机的特性啊 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它是比较安静啊 比较平顺啊 以及它这个加速的时候这种响应也是比较快 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在电动切换到油燃油的时候呢 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噪音稍稍大一点 以及在极加速状态下 也就是电机和发动机全力做工的情况下 发动机的噪音会稍显明显啊 我们看这台零放上 它的调教是否跟其他车型不一样 我们启动啊 出发 完全是靠电动来启动的啊 所以呢没有任何的噪音啊 跟电动车是一样的 比较平顺 而且那个转向的力度 也是我们熟悉的风田车的一种调教 整体来看啊 就是一个风田的一个启动一个状态 现在的发动机启动了 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 但是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这车可能在这个方面 跟其他车还是有些区别 它做了一些调整啊 所以大家能感觉到它 大家听到发动机启动是有声 但是不是像之前试驾的其他车型那样 比较明显 这还确实比较轻柔 可能这台车为了追求这种细致感啊 这种科技感实战感 还是对NVH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行驶质感是基本一样的啊 没有任何区别啊 路感呢是比较清楚 但是呢也比较舒适 不会是那种硬邦邦的感觉 我们现在试一下的急加速啊 因为急加速对于这台车来说 是我之前对这套动力系统诟病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到还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啊 就是它的这个NVH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也就是在急加速发动机全力做工的情况下 发动机噪音还是明显 当然之前我也强调过啊 就是丰田这套动力系统 在急加速的时候会感觉到发动机 这个噪音会明显的情况下 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它纯电动行驶 那种非常安静的状态 突然有了发动机噪音呢 是有一些小小的不习惯 给人一种误差 就是它的噪音比较大 其实大家看啊 我现在急加速 发动机噪音来了啊 这是这套动力系统的一个一直是 我觉得是一个小遗憾吧 但是整体来看习惯了也好 毕竟它的出力是比较平顺的 比较柔和的 而且呢加速的感觉是比较有质感 转向也不错啊 刚才我说了很丰田 很有质感 指向性也很好 那么刹车的力道呢 也是很线性 总之啊 这台零放呢 过多试驾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它驾驶的质感 和我们之前试驾的这个路放啊 包括容放啊 这些车型 其实整体上感觉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们那些车的2.5升的 这个混合动力系统的一个车型呢 和这台车的驾驶质感 基本一样 唯一的一单小小区别 就是在起步状态下的时候 发动机刚刚介入的是那一刹那 会感觉比之前轻柔了很多 也是在数据性上追求了一些新的调教吧 我觉得算是一个小进步 所以整体来看啊 这种驾驶 我们是熟悉的 关键一点啊 这套东西系统确实能给你的油耗 带来极大极大的帮助 确实这套东西系统会非常整腰 总体来说这台车是目前来看 从设计上 用料上 以及这种配位上 是丰田SUV里面最张扬的一个 就看你喜不喜欢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